到底该学哪一家比较好呢 小熊啊 你在看什么啊 哦 我想让孩子学点音乐才艺 正在伤脑筋 不知道该选哪一家才好呢 你来帮我看看啊 哦 我看看啊 对了 你有想好要让他学什么才艺吗 嗯 我想让孩子学小提琴 想说这个乐器比较不占空间 你觉得呢 哦 学小提琴 不错啊 刚好啊 我认识一位市长朋友 他的小提琴拉得很棒 从小到大还拿过不少音乐比赛的奖 或许你可以跟他请教一下 啊 对哦 我怎么没有想到 诶 那他叫什么名字啊 你可以帮我约时间 看他见个面吗 那位朋友的名字叫做夏观鼎 至于 至于见面聊的时间啊 不如你自己跟他约吧 因为他今天刚好要来我们节目中 表演马上的小提琴呢 哦 真的 那我们赶快来欣赏 他精彩的演出吧 嗯 超级爱秀 等你来秀 请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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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 可是我觉得你钢琴弹得还不错 你确定你要放弃你的钢琴 然后去主修小提琴吗 然后我说 老师可是我真的发现 发现我对小提琴比较有兴趣 然后老师又说 好 那我让你试试看 分配时间来练的话 一天当中我可以花大概五六个小时以上 去练小提琴 可是钢琴的话 我没有办法完全把我的心放在钢琴上 对于小提琴来讲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我的生命中的另外一个伙伴 其实我已经把它当作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一 二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你坐着 该站起来动一动咯 一 二 一 二 三